做部部分的話其實也是延伸前面的 但是難度又會更高 那基本上做法上是這樣 就是第一個 我們會先找其中一個 那合併的話是一定的 打開它對不對 那這邊之後我現在輸出就不是CSV 輸出就全部都是XLX 都是以色有檔 那如果說我今天我希望 能夠把其他的合併過來的話 第一個我開 假設老我不要動他的 原來的檔的前提下 第一個的話我可以什麼 先開啟椅班 比如說第一個第一個椅班 然後呢做什麼呢 按右鍵 先做什麼呢 移動或複製 我先建一個新的活業部 所以第一次的話呢 是建新的活業部 然後做什麼呢 建立一個副本 然後按確定 它就彈出來了 這個叫活業部 反正一個名稱 按移也就把椅班帶過來 有沒有 然後我要需要怎麼樣 把後面那個椅班 等一下把它關掉 因為它就不需要了 那將來的話 我就可以怎麼樣 再把其他的 那個幾個班級怎麼樣 就是分別 把它 call到後面 call到後面來 OK 一個一個call過來 那特別注意哦 如果第一次的話呢 就是直接copy copy的話呢 後面不用加 before 或 after 為什麼 因為直接就是call一個新的活業部 然後那名稱也許叫什麼 也許我就給他一個名稱叫全部好了 給他一個名稱 檔名就是全部 那後面的話呢 因為 他們 都必須把它放到椅班的後面 或前面都可以 反正就全部會整在一起 那所以呢 第二次以後的話呢 一樣用copy的指令 可是後面會加上 那個after 比如說椅班 就把它放在椅班後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把它寫出來 大概結果 先show一下 demo一下 給各位看 因為 這個難度 相較於剛剛的那個 部分呢 其實難度會比較高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的那個程式部分 剛剛的部分 程式 那我先把裡面的 這個活業部 這個先把它關掉 那假如說我今天程式一樣是寫到 問題07裡面 那我們接下來 跑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一樣先抓到我們要 就是合併的目錄給他 不過現在是 Beyond Fire.Log 直接就是 把它寫固定的 然後告訴他說 我請你在這個裡面 幫我把所有的檔案 一個一個幫我找出來 所以我這邊的話 用DIR 給他目錄 去幫我找底下的所有檔案 那先找到哪一個呢 先找到的是 丁班 OK 他應該是按照筆劃還是怎麼開 然後呢 那接下來我就 跑回圈 跑回圈的話就當那個檔案 不等於空的 就是有檔案 找到了 OK 丁班 然後我做什麼呢 用 那個 Walkbook 物件有沒有 其實是工作部物件 如果目前郵標是在那裡 就Active Workbook 但如果說你 郵標不是在上面的話 你就Walkbook加一次 有沒有 Walkbook 後面有個方法叫Open 意思是說我要開檔的意思 那我已經知道說 目錄在這裡 檔案在這裡 那我就怎麼樣 把目錄加檔案 記著中間一樣 要加這個哦 如果沒有加這個反斜線 跟目錄符號的話 他就開不到了 好 應該可以懂吧 我覺得意思是說怎麼樣 把這個檔案幫我開起來 開起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 意思是說 我把丁班開起來 那丁班開起來做什麼呢 就是我要先 所以丁班是第一次開的 那我 先判斷什麼 它是不是第一次開啟 所以這裡的話 我多一個變數叫I 它如果不等於1哦 不等於1就是第一次開啟 那我是用什麼呢 在續折1 第一個 就是我目前的 這個丁班的部分 其實它因為只會有一個 所以我用續折1 點Copy 那Copy的話 它就怎麼樣 先幫我複製一個 因為後面沒有什麼 沒有那個前面 或後面的話 有沒有發現 這邊沒有 因為它第一次開啟 會進到這裡 那之後開啟的話 都是After 什麼呢 全部的第一個後面 所以一直幫我放到後面去 只有第一次開的話 才會是開一個 就是空白的工作部 之後的話 就塞到工作部的後面 所以 再來的話 我就怎麼樣 在Save as 把它存在哪裡呢 存在桌面上 叫全部 然後並且怎麼樣呢 剛剛已經有了 把它蓋過去 然後 並且把i的值改成1 為什麼i的值改成1 因為 這個地方不等於1 等於是第一次才會進來 等於1之後 它就變跳下面了 所以這個 這個主要是控制說 它是不是第一次被開啟 如果是的話 那就等於1 然後並且把它怎麼 close掉 把哪個檔呢 把丁班close掉 close 那丁班close掉 你會發現 這個全部還在 因為我們只是把那個 複製之後 就是複製之前的那個丁班關掉 那全部還在 所以之後的話呢 後面 第二次開的 之後 再DIR 有沒有 這個DIR就是再去找 丁班 所以它把什麼 丁班開起來 有沒有 所以目錄加丁班 然後呢 它現在是不是第一次開啟 不是了 所以呢 就跳L 因為現在i已經等於1了 OK 所以等於1的話 就不會進到這個邏輯 它是 不等於1嘛 就不這個地方 當它不等於1才會進到這個地方 等於1的話 就等於1跑L 然後怎麼樣呢 幫我把這個丁班怎麼樣 放到那個 這個全部的後面 所以 放到後面去 然後把它關掉了 OK 然後再換下一個 一時類推 所以你會看到 現在全部裡面的話 就是會有兩個 一個是 丁班 一個是丁班 那一時類推啦 後面的話呢 都一樣 就是再換下一個 下一個是哪一個 下一個 椅班 所以椅班 再幫我把它放到 所以它再開起來 然後呢 再幫我把它複製到全部的 後面 把椅班關掉 OK 然後換下一個 一時類推 所以你會發現 椅班部分呢 又過來了 在這邊 其他的話呢 一時類推 所以呢 就讓其他的分別 幫我放到這個後面 它就複製過來 一個一個 一個的複製 那複製完之後的話 記得哦 全部都摳過來之後的話 那全部裡面的話 就變成有 那個13個班級的 這個工作表 全部都幫我放在這邊 最後記得哦 這邊的話呢 我要把目前這個 把它關掉 Close 但是特別注意哦 後面我多寫一個叫什麼 Safe Change 之前哦 關掉就是 等於False Safe Change 等於False 那就不存檔 但是這裡的話 記得哦 一定要True 如果沒有True的話 你剛剛做的東西 都沒有存檔 意思就是說呢 可能只有 第一個 會有 其他都不見了 因為我之前我就是這一行 我記得好像沒有加 但是好像存完之後 發現奇怪 怎麼打開 只有一個班級 其他班都不見了 因為就少這一行 所以Safe Change 好 把它關掉了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結束掉 那你可以看到哦 目前13個班級的結果 就會通通放在哪裡 放在全部 這個地方 好 這邊 就幫我合併到這邊 裡面哦 OK哦 不過另外還有一點 可能要注意哦 合併那個 所有的活業部哦 記得哦 你這個全部哦 你不能說存檔 因為之前有同學 是把全部這個檔有沒有 直接呢 就見到這裡面來 對 不行哦 為什麼不行呢 因為你指向的是這個目錄給他 那你又叫他存這個檔 那不是自己又存到自己裡面去 自己又呼叫自己 自己又存到自己裡面去 那變成這樣 哦 最後存不完呢 因為自己又打開自己 然後自己又存進去自己 所以特別注意啊 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 你指的是這個目錄裡面 你卻又存一個檔在這裡 所以他會變成說 最後好像會有很多問題啦 所以記得哦 一定要把它放到目錄的外面哦 你不能說混在裡面哦 OK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哦 那因為這個部分哦 城市是真的是比較 比較複雜一點點哦 所以我直接在雲端白板裡面哦 我們的第九個單元哦 裡面的那個 合併活躍簿 那我剛剛就是講的是這一段哦 所以也許各位可以直接 乾脆參考這一段哦 看有沒有哪一些地方 可能比較不清楚的部分哦 我是建議你可以按 設一個中斷點哦 考一下 那邏輯上面就是我剛剛講的 第一次的話 就是 開一個新的 比如說第一次開丁班 那我就點Copy 意思說把丁班呢哦 重新開一個新的活躍簿 是空白的 這樣活躍簿一 活躍簿二之類的哦 然後呢 就把它另存檔名叫全部 記得不要放在同一個目錄裡面 如果放同一個目錄裡面的話 就會產生問題哦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之前有同學就是 剛好又把你的那個檔又存進去 他DIR又找到全部 又把全部打開了 又自己再存給自己裡面去 就會產生很多的問題哦 那 之後的 開的那個活躍簿 就分別放在那個點Copy到 全部的那個後面去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試一下哦